大家好,今天都很感恩 可以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經歷了聖靈 不僅僅我,我自己經歷了聖靈 生命的改變,以及我們整個家庭 是怎樣被神的改變,復興我們的家庭 我和太太,我們一向都在一間有一萬人聚會的教會裏 一個傳統的教會 我們都是積極的侍奉人員 不過我一向有一個問題 我情緒上是有事的 越來越嚴重 當我遇到一個經歷的時候 當時的情況就是去到一個似乎崩潰的時候 當時我就找我少了的弟兄 為我討告 沒有什麼的果效 我就去找我為牧者 找我為牧者 我想尋求他的康座 或者他的醫治 牧者的意思就是你去看醫生 他建議我去看醫生 其實我不反對看醫生的 只不過我在身邊 我也有一些弟兄 他們有這樣的經歷的時候 我很清晰 他們吃了藥之後 那個反應是怎樣的 他們說 其實我不可以告訴你 我是在睡覺的 我雖然睡覺 但其實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種狀態 我也不想在這樣的狀態 我就求耶穌 我叫耶穌你救我 耶穌你救我 神的作為就是這麼奇妙 神的作為 在YouTube上讓我看到 熱牧師 在一些釋放醫治的討告的時候 但我當時的反應 我是沒有什麼感動的 為什麼呢? 但是我很清晰 和我一向教會所教導的不同 我再次祈禱 我主要如果是的 你是藉著這位牧師幫助我 我就去吧 然後彥牧師的片段 再次出現的時候 我就去看一看 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呢?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當時已經是有一些 可能是聖靈給我的一些意象 於是我就去找二牧師 當二牧師為我按手討過的時候 我是從來沒有試過有這樣的經歷的 我當時覺得我會飛的 我當時是飛的 第二次繼續二牧師為我按手討過的時候 那種經歷更加大了 我是跌了在地上 很久很久試試 甚至曾經試過我 可能有整個聚會這麼久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很喜樂、很平安 是將我可能在我原生家庭 到我一直 整個過程都不理會 是一次的醫治、釋放 整個人就是那種喜樂和平安 很喜樂 我和我太太分享 太太就很抗拒 因為我太太一向都很抗拒 她就問我 她說你覺得是聖靈的釋放 你為何會覺得是聖靈? 有很多靈的 我就很清晰地告訴她 如果不是聖靈 她就不會將我們帶回聖經 神的話語裡 所以我們所行的旨意 我很清晰 太太說 例如 你現在經歷了聖靈 帶你走何時出來 我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就是因為我在這個經歷 我在這個經歷裡面 幾乎崩潰的時候 就是因著一個人 但是聖靈要我做甚麼? 聖靈說你要向他道歉 我當時那種內心的掙扎 就是因為這個人 你就是在經歷的時候想起這個人 對嗎? 要向他道歉 但是聖靈就告訴我 就算這件事裡面 只有2%是你要負責 你也要為這2%去道歉 所以我就 我很相信當時我在一種狀態裡面 我是在經歷聖靈才可以這樣做 我真的去道歉 然後我內裡那種平安 那種釋放 我和我太太分享 也有一次 因為我和太太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 觸弄了他 他很生氣 我未見過他這樣 但是當時我和他一向的反應不同了 我沒有和他吵架 可能因為我學了這個引導式的輔導方法 所以我就 怎麼去幫助他呢 當時太太覺得很驚訝 她說你為何會這樣 我為何會這樣 我為何會這樣 她說你又不是這樣 好 我太太就說 我想見葉牧師 當時那種心情感恩 快點去見牧師 我就去見牧師 我太太是單獨一個人 她說你不要在這裡 我要見葉牧師 我自己要見葉牧師 我太太就去見葉牧師 接受葉牧師的輔導 是她的 葉牧師的醫治 她去按手 我太太的生命 不同了 我太太現時的生命 她是影響了她的組員 帶了她的組員 她參與了一個事工 影響了其他組員 影響了她的牧師 影響了她的牧師 她的牧師 看到我太太的生命 有改變 其實是很短時間的 可能是半年 她的牧師說 很震驚 她說 你的生命是很大的改變 她會問 牧師會問 因為她們有這個責任 看到你有改變 想了解一下 為何會這樣 不過感恩 因為我太太 不會告訴她 因為我聖靈充滿 我經歷了生命 如果在我們教會 你就肯定要照廢 那時候她說 我經歷了神的大愛 我真的有智慧 我經歷了神的大愛 她的牧者是很驚奇的 即是你的生命的改變 於是乎 於是乎 她那裡見到她的什麼改變 就是她原生 她內裡生命有一種 太太覺得自己說 牧者覺得她有一種力量 在她的生命 是張獻出來的時候 跟她平時不同了 所以 是感恩的 是神對我們家庭的祝福 還有 就今早 今早 因為我大女兒 她今天是需要見家長 對她 給她一個評估 看看她的學業如何 她的班主任 我們慢慢談的時候 她的班主任就說 其實我是沒有話跟你說 我嚇得我了 你沒有話跟你說 她說 因為其實我是很想 好像你們的家庭一樣 她說 你女兒 是 無論各方面都好 無論各方面都好 真的 不是我需要說 有很多事情提點她 因為她在學校裡 那種的積極 已經參與時空 但是我的心 其實我這樣想 我沒有告訴你 我未經歷聖靈之前 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家庭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我經歷了聖靈之後 整個家庭受了祝福 才變成這樣 於是我們沒有談 關於我女兒的學業 我們就談 你回哪家教會 哈哈哈哈 OK 那我就 今天 我們這個家庭 是很無福 很無福 亦都 我 我太太 女兒 很願意 我們回到我們教會裡 我們的生命 我們影響 我們身邊的弟兄姐妹 那麼就 跟我女兒分享一下 好啊 那 記得我在中一的時候 就有一個情緒上 都很大變化 個人就開始變得很孤僻 因為 而且對 而且跟一個朋友的關係 就搞到差 所以 心裏面經常都很多 很憤怒 而且很多怨恨在那裡 其實我是 從小都有回教會的 但是對上帝的認識 都是只在 只停留在知識那裡 沒有去真的這樣相信到他 直至到 爸爸他去了 二牧師那裡 去參加了崇拜 然後他又回來 跟我們分享到 他 他經歷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那我又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會 祈禱會開心呢 那我就 之後就跟了他們去崇拜 那我記得在 在彥牧師跟我按手祈禱的時候 立即有一種很平安的感覺 那我那一刻 立即有一個意念 就告訴我 上帝真的是真的 在那時候 我就很真正的確信了上帝 就是 還有 真的相信 那時候 就會有些 開始有動力去看聖經 而且 有動力去跟別人說這個福音 還有 可以跟別人去 談這些信仰的事情 都是很開心的 變得 嗯 還有你將來想做什麼 其實我將來想去 想去做宣教士 我想去傳福音 給那些沒聽過福音的人聽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動力 因為耶穌真的很好 他可以幫到我 去 變回 一個 開心的人 所以我覺得 他真的很奇妙 他沒有想去 也不見得了 你 李 揭 你 借